《世界上有種人,喜歡站在道德高地,隨意,沒理由這樣對他人非難嘲弄和批判。 僅僅看過表面就在網絡上任意批評,僅僅是因為看不順眼,就隨意發洩情緒,批判他人。 因為這種自以為是的行為,受到傷害的人比大眾想像中重要多。 多少人因為他們隨口一句而輾轉反則,切野難免。 多少人因而得到抑鬱症,甚至因而離開世界。 我認為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東西值得去看和聽。 在一生中,只是通過感官感受去了解的時間都不夠用,還要花時間去批判別人的人生。 明明活著連自己的時間都不夠用,但就沒理由這樣去看低他人這件事,我只為他們感到惋惜。 將心比己,活得善良一點吧。 善良是溫順的,亦都是人性中最有力量的品德。 無論遇到多大的艱難,我們都要堅守善良。 在世界上,每個人的生活都有不同的困難。 唯有由始至終堅持善良而鋒芒。 在每個悲傷的場合感受到人情的溫暖,和諧地和每一個人相處。 有善良的心比聰明更加難。 因為聰明是天父,而善良卻是選擇。 傷害你的人從來沒想過要幫助你成長。 真正令你成長的是你的痛苦和反思。 經歷本身沒有特殊的意義。 令他變得有意義的,是你的堅強。 一個想令自己變得更好的人, 腦裡根本就不存在那些傷害他人的想法。 想要變得更好,還是作為那種人生活, 你會選擇成為怎樣的人呢? 我會選擇了你的心。 你不愧是個詐 讓我能對方的焦帶給你成長。